哈喽,大家晚上好 欢迎来到今天晚上的这个课程 男人健康话题 所以今天呢,这个课程呢 是跟以往呢,就比较不一样的 因为以前呢,我们都是比较讲一些 关于女人健康的这个话题吧 是没有讲过这个男人的健康话题的 所以今天呢,就比较特别来说说一下 这个关于男人的健康的一些内容的 所以如果好像你的身边 你的丈夫啊,还是你的父亲啊 你的男朋友啊,哥哥弟弟等等啊 都可以邀请他们进来呢 来聆听一下今天这个关于男生健康的 这个主题的 所以讲到男生嘛,就一直以来呢 就是因为那些传统观念啊 把这个强者的这个帽子呢 都套在男人的头上嘛 这男人呢,就是默默一直以来都是默默的 背负着来自各方面的这个生活压力的 而随着这个现代社会竞争的这个 热议的这个激烈呢 然后生活节奏又一直不断的加快 所以呢,其实呢 生活上很多男人的压力呢 其实都是越来越大的 然后他们很多呢,都是觉得 一直觉得都是身心很疲累 然后呢,就导致他们男性的这个健康呢 就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明显的 所以呢,其实呢 不只是女生要注重自己本身的 这个女性健康 其实男生也是要更加注重 他们男性本身的这个健康的这个问题的 因为往往很多时候呢 男生都是对于自己的这个健康呢 就是比较不去管理 或者是觉得一点小小的问题呢 是可以不用去治疗啊 去改善啊 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呢 就导致那个健康问题呢 就越来越严重了 所以这个坏习惯呢 其实是要改变的 所以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男人身体的五个弱点 这五个弱点的意思呢 就是这五个部位呢 是比较容易有一些健康问题的 所以要多多注意 第一个呢,就是前列腺 根据有关研究呢 就是男孩子在五十岁过后呢 大约有百分之六十的男人呢 都有这个前列腺的这个疾病的 主要原因呢 就是因为那个雄性的这个技术的分泌改变 而导致这个尿道周围的那个腺体呢 就变大了 所以这个变大了的这个前列腺呢 就会被压成一个扁平状 然后就会压迫着这个膀胱 而导致这个排尿困难的 就是会出现小便不利啊 或者是要小 可是又小不出的这个问题的 前列腺的问题呢 是很容易被那些男生忽视的 所以呢 其实呢 如果你感觉前列腺好像有一些问题 小便不是很顺的话呢 其实就快快要去进行检查 我是及时治疗的 不然呢 那个病情呢 严重了的话呢 就很难去改善 很难去治疗了的 如果是前列腺问题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心脏呢 在有些西方国家呢 就有人们是把这个心血管病呢 称为男性疾病的 80%的这个心血管病呢 都发生在男人的身上 而45岁到60岁之间的中年男性呢 是心肌梗死的高危人群 所以这个要多多注意哦 尤其是45岁到60岁之间的中年男性呢 要更加注重自己的这个心血管健康的 第三个部位呢 就是男生的这个胃部呢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男生都是喜欢喝酒 抽烟 喝咖啡 吃饭的时候 狼吞乎烟 经常暴饮暴食 就会很容易有这个胃痛啊 嘔吐啊 这些问题的 所以医学研究有发现到呢 就是男生的这个胃病的发病率呢 是比女生的平均高处整6.2倍的 就是男生更加容易有这个胃的这个疾病的 所以男生也是要多多注重自己的这个胃部的健康的 下一个呢 就是这个肝脏啦 受在慢性肝炎的这个病患者中呢 男性是女性的四倍 主要原因呢就是因为喝酒抽烟 然后再加上 很多男生都是喜欢吃一些高脂肪的这些食物 这种肝炸的那些食物啊 这些高脂肪的这些食物呢 对肝脏其实也是不好的 最后一个呢 要注意的这个身体的部位呢 就是这个直肠啦 就是我们讲的colon 受直肠癌呢 就是这个colon cancer呢 男生是明显多过于女生的 因为男生一般都是吃比较多那些高脂肪 食物和这些高蛋白质的食物的 受医学研究有表示就是在缺少这个 如果是缺少去吃那个高纤维的这个食物的话呢 然后同时间又吃太多这个脂肪跟蛋白质的食物呢 是其实是其中一个主要原因会导致这个脂肠癌的 所以其实除了前列腺心脏胃肝脏和脂肠之外呢 其实男生也要诅咒这个血糖的问题 就是这个糖尿病啊 就是男性跟女性比起来呢 男性患上这个糖尿病呢 是差不多有1.5倍的 而且在男生里面来说呢 他的这个糖尿病的发病率呢 这个时间呢是来得更加早的 除此之外呢 男生即使没有严重的肥胖呢 也是会比较有这个高几率 有这个糖尿病的问题的 如果是跟女生比起来 所以这个也是男生要注意的一个健康问题 下一个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男生有什么的一些生活的这个习惯 会引发一些疾病 比如说抽烟 抽烟就很容易会让男生有这些肺的问题啊 大肠甚至是胃的这个问题 很多人也被抽烟 只是影响这个呼吸系统 其实不是的 这个烟 这个那个 细烟里面的这个 Tobaco啊 他的那些胶油等等啊 其实不只是会伤害到你的这个肺部 他的这个里面的那些化学物品啊 化学药物啊 都可能会影响到身体的 其他的这些内脏的这些部位的 所以呢 如果有抽烟的这个坏习惯呢 影响的不只是你的呼吸系统 你的身体的其他部位 比如说你的这个 肠胃啊 这个胰脏等等啊 都是会被这个烟里面的这个化学物品呢 所影响的 然后呢 还有就是喝酒呢 就是男生喜欢和这个朋友 应酬喝酒 或是在这个同事方面啊 或是在谈生意的时候啊 就是一边洽谈生意 一边有这个喝酒这个习惯啊 就长期下来 这个酒精呢 就是会伤害到我们的这个 肝脏 还有你的这些身体的其他部位 主要就是你的这些肠胃的这个部位的 然后还有很多男生呢 就是喜欢吃肉 不喜欢吃蔬菜 水果 也是会带来一些 这健康的问题啊 比如说脂肪肝啊 还有这个肠吸肉啊 因为你长期缺乏这个纤维嘛 你的饮食方面 然后都是高脂肪 高蛋白质啊 也是会带来很多这些健康的这个问题的 然后男生也是喜欢吃重口味的饮食 就是比较喜欢吃咸 辣 或者是有时就喜欢吃很甜 这种比较重口味的这些食物呢 其实也是会引发一些 呃 胃炎啊 这些心血管的这些疾病 因为长期将来高盐 高糖 高油的食物呢 就很容易造成这个三高的这个问题的 如果呢 有些男生呢 喜欢喝咖啡的时候呢 加这个奶精 所以这个奶精呢 它里面的这个反式脂肪 会比较高 如果这些反式脂肪呢 也是会带来很多这些健康问题的 尤其是啊 比如说这个脂肪肝啊 心血管的问题啊 甚至是癌症等等啊 都有可能是由这个奶精造成的 就是那种劣质的奶精 就是不好的quality的这些奶精 然后接下来 那就是常常熬夜 阴愁就是会伤肝 啊 然后整个阴愁的时候喝很多酒 就会造成这个胃溃疡的这个问题 然后呢 因为要在事业上打拼 然后就导致自己工作压力很大 常常熬夜加班 你的身体休息不足 就会导致你这个内分泌失调 然后有些男生喜欢有这个吃宵夜的习惯 不吃宵夜就睡不着 其实也是会造成这些肥胖啊 脂肪肝的这个问题 然后呢 还有就是喝不够水 有些男生呢 就是习惯喝多多水啊 可是有些男生呢 就习惯了不喝水 导致他的这个身体的这个水分 摄取就不足够了 男生比女生的这个需要的水分呢 其实来得更加高的 而如果你本身又没有喝到足够水 的话呢 就会导致有这个泌尿系统的这个问题的 就会有这个 生生食啊 便秘啊 痴疮啊 或者是你这个尿酸偏高的 因为男生本身又吃比较多这些红肉啊 喝酒的这些习惯嘛 然后如果你有没有喝到足够水 把你的这个血液里面的这个多余的尿酸 排出去体外的话呢 就会导致你的这个体内尿酸过高 然后就很容易有这个痛风的这个问题的 最后呢 就是这个不爱运动啦 有些男生就觉得哎呀 平时工作就已经够忙碌 很累 在家能休息就休息 啊 然后能不动就不动 其实这个不爱运动的这个坏习惯呢 也是会给身体的带来不好的这个影响 你的新生代谢会降低 然后你的这个 你的血脂也会增加 啊 然后你的这些血液循环不良呢 都会给你的身体呢 带来很多一些不好的这些问题的 心血管的问题啊 血管硬化啊 啊 你的肺活量不高啊 等等啊 都是会因为不爱运动而所造成的 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男生呢 不应该忽视的这个男科疾病啦 说讲到男科疾病的话呢 很多男生都是啊 不会跟人家说的 就算自己本身知道自己有患上了一些男科的 这些健康问题 都不去看医生 因为觉得就是很排泄 就是很尴尬 不想去看医生 不想给身边的人知道 自己其实有这个男生的问题 就是为了面子啊 或者是为了这个不要给人家知道 他有患上这个问题 会打击自己的信心等等 其实呢 如果男生 发现自己本身 可能出现了一些什么男科的问题的话呢 其实是建议快快去找医生 快快去治疗 以免那个问题变严重过后呢 反正那个治疗的这个方法呢 就来得更加复杂 你花的金钱更加高 然后你身体的这个面对的这个痛苦呢 就来得更加严重的 这我们来看一下 有什么一些男科的疾病呢 是比较要注重的 第一个呢 就是前列腺的这个疾病了 目前为止呢 前列腺疾病呢 是已经成为男性健康的这个头号杀手 就是要注意了 就是他是第一名的这个男生的健康的头号杀手 他是好发于这个轻壮年的男子 发病率呢 是来得比较高的 当前列腺发炎跟肥大的时候呢 排尿跟射精的都会受到阻碍 然后呢 会很容易让这个肾脏的受到损害 导致这个慢性肾炎 甚至是发展为这个尿毒症的 如果不及时治疗的话呢 会导致这个前列腺增生 而且呢 同时间呢 前列腺的这个分泌物呢 也是组成这个经验的这个主要成分 所以如果前列腺发炎的话呢 也会影响这个经验的这个治疗 所以会导致这个男性不愈 然后呢 还可能会引发这个前列腺附近的 这些器官的这些炎症 就会可能有导致这个 睾丸烟啊 塑进管炎啊 或者是膀胱炎等等的这些病发症 所以这个要注意 下一个呢 就是这个泌尿的生殖感染了 这个泌尿生殖感染了 是影响男性健康的另外一个大疾病的 常常他的这个症状呢 就是尿贫 尿疾 尿痛 就是小便的时候会觉得疼痛 尿不尽就是 哎 怎样小都尿不完呀 尿到红皱 或者是分泌物增多 局部窥烂 其水泡等等这些症状 他的危害性呢 是很大很强的 如果没有得到 及时的这个专业的这个治疗的话呢 他的这个感染会反复发作 最终呢 会导致男性不愈啊 前列腺炎啊 搞完烟啊 败血症啊 关节炎等等这种 病发症是相关组织的这个恶变的 然后呢 也是如果有性生活的话呢 还会造成这个双方的交叉感染啊 就会给这个夫妻生活呢 就是蒙上这个厚重的这个阴影的 所以呢 如果男生发现自己有这样的这个症状呢 一定要及时快点的去看医生 得到这个专业的治疗 而不是静静不出身 不去看医生 再不然就是自己乱乱去买药来服用 来以为就是吃药可以得到改善 这个方法呢 是错误的 下一个呢 就是男性功能障碍啊 男性功能障碍呢 对男性的这个心理健康的伤害呢 是非常大的 常常是令很多男生 就是很尴尬 严重的打击了男人的这个自信心的 就是有阳尾啊 早歇啊 乙经啊 不射经啊 药细酸 然后是觉得很累 乏力失眠等等啊 不仅仅会让男人觉得身心俱损 就是影响身心健康 还会严重影响这个夫妻生活 跟这个家庭和睦的 同时呢 这个男性功能障碍呢 也是一些疾病的 这个早期的预警的 比如说 动脉硬化 白血病 糖尿病 心肌梗塞等等呢 他们这些疾病呢 有时他的这个早期的症状呢 就是这个男性功能出现障碍的 所以呢 如果男生发现自己 这个男性功能有出现障碍的话呢 一定要快快去看医生 要进一步的去检查和治疗 看一下是不是因为其他疾病 而出现的这个症状的 下一个呢 就是这个包皮过长 就是另外一个字 就是包镜啦 所以这个包皮过长呢 在不少男人的身上看起来 就是很多男生就觉得 就是包皮长一点包嘛 就是不是什么大问题嘛 其实这个是小问题 可是却包长着大麻烦 如果包皮太长的话呢 其实是很容易形成这个包皮垢 就是很容易有这个污垢 这个污垢呢 就是会藏在这个包皮里面 如果太多污垢的话 你长期又没有去清洗干净的话呢 没有注意到这个卫生呢 就会有这个细菌的滋生 就会引起这个阴镜头 或者是这个包皮的这个发炎了 就是会造成一些 这个这个阴镜的这个健康问题 严重的话呢 可能甚至是这个细菌太过强大 导致这个发炎 严重的话呢 甚至是会有这个龟头坏死 或者是会引起这个男性 早些啊 射精过快啊 造成这个父亲生活不和谐的 然后呢 如果没有去 得到及时的改善的话呢 它还会导致这个炎症 这个包皮的这个炎症呢 反复发作 然后如果有性生活的话呢 又会导致这个男女的 这个泥尿生殖系统的 反复的交叉 感染跟恶变 好了又来好了又来这样 双方的这个 泥尿的这个生殖系统 都会反复交叉感染 啊 所以这个这个问题 就会很难去解决的 很难去治疗改善的 所以呢 一旦发现有自己 这个有这个问题的话呢 就是要快快去看医生 去得到专业的这个治疗的 而男生其实除了注重自己的 一些男性的这个生理健康之外呢 其实心理健康 也是很重要的 在男性健康问题上呢 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呢 都是息息相关的 如果男生想要不生病 或者是少生病的话呢 首先呢 要克服就是一些心理问题的 其实男人就是 一直觉得就是活得很累 因为太多这些生活上的责任 家庭上啊 工作上啊 生活上的种种的这些责任啊 就是弄到自己觉得很累的 尤其是中年男性 又要承担工作上的责任 又要挑起赡养 父母 新冠肺炎过后 整个全球的经济都已经变得不好了 每个人都是看着钱来用的 就会这种巨大的这个心理压力 然后自己本身又是一个家庭的一个资助 就我们都知道嘛 这个家庭资助都不能倒下来嘛 一旦家庭资助倒下来 整个家庭就是会垮掉 男人生就是因为有这样的这个家庭资助的这个压力 就会导致自己整天就是很容易有这个心理的这个方面的这个 复合啊 就是操纵了 所以你这个巨大的这个心理压力呢 就会引起这个男性的这个内分泌失调 然后再加上大多数男生有这个吸烟喝酒的这个习惯 所以就很容易引起这个生殖健康方面的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讲心理跟生理的这个健康呢 其实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有这个这个医学医院的这个专家称呢 每天处于高度紧张和巨大精神压力的这个男性呢 几乎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出现一些症状的 比如说精神微靡啊 情绪烦躁啊 不愿意相信别人啊 觉得人家信不过的啊 然后不愿意跟人家沟通的等等 这种心理这疾病这症状呢 其实就是已经显示出 你有一些心理健康的这些问题 就是你的压力太大了 如果有些男生在承担这些心理的这些压力之下呢 就可能还会有一些不好的习惯 就比如说可能开始滥用药物啊 来去寻求一个 relax自己的一个方式 就放松自己这个方式 其实这个方式是非常作物的啊 然后呢有些男生会喝很多酒 就是大量饮酒 这可能是一个抑郁症的一个症状来的 然后更重要就是 男生比女生呢 是更加容易有这个自杀的这个问题的 他的这个自杀的风险呢 男生的这个自杀风险呢 是要高出三到四倍的 所以精神障碍对于男性的危害呢 其实似乎是比女生呢 来得更加大的 所以男生要多多注意自己的这个心理的 这个健康 如果你觉得你的心理压力太大 你想要找一个人来去 去暢谈一下的话 其实如果你觉得 不好意思跟身边的这些亲戚朋友开口 或者是不好意思跟自己的另一半开口的话 其实你可以寻找正确的这个渠道 你可以找一下一些心理医生 来去了解一下 然后看怎样去改善自己面对的这些问题 现在不是说 很多以前 因为很多人以为去找这个心理医生 找一些psychologist 就好像觉得自己好像有精神的问题 其实不是的 其实这是一个正确的一个渠道 来让你去抒发你的这个面 你面对的这个问题 寻求一个专业的一个治疗 是一个其实是一个专业的一个治疗 而不是说去找心理医生 就代表你有什么心理问题啦 有什么精神问题啊 精神疾病等等 不是的 这是一个错误的一个想法来的 而如果你是有这个 面对太多压力太多问题 而不知道怎样去解决的话呢 其实寻找专业的这个帮助呢 是一个正确的一个 举到的 而不是说 自己收着收着 完全不要去分享 然后就会导致一些疾病的这个衍生 或者是等到一天突然爆发出来 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会做出一些什么行动等等 千万不要 所以男生一定要寻找正确跟专业的这个渠道 来去改善你的这个生理和心理的这个问题的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讲一下 如何走出男性健康的这个四大屋区呢 就是第一个 有病都不看医生啦 很多男生都是有这样的这个问题 就是明明自己生病了都不愿意去找专业的治疗 这样长期这样拖下去呢 小病呢都会变成大病 而且呢就导致你的这个最佳治疗的黄金时间错过了 然后你过后的这个问题呢反而就越来越严重了 再不然你去看医生的时候 你就 谎报你的这个病情 没有老实的去跟医生讲你的这个生病的这些症状啊 问题啊 时间长短等等啊 其实会导致这个治疗的这个方式呢 就会不大准确 甚至是错误 就会导致你这个疾病的会变得更加严重的 所以男生千万不要有病而不去看医生 或者是就算是去看医生而谎报病情 千万不要有这一个坏习惯哦 第二个呢就是乱乱吃药啦 这个也是很多男生都在做错的一个行动 啊就是有病不去看医生 而是乱乱听身边的人讲 哎这个药啊可以改善你这个问题啊 尤其是男性功能障碍问题啊 可以补肾啊就乱乱去买药啊 结果越吃越生保持身体越坏啊 严重的话甚至是会出现这些肝衰竭啊 肾衰竭的这个问题 所以呢如果发现自己健康有出现问题的话呢 就要去正规的这些医院呢 去接受这个治疗的 下一个呢就是要知道 就是男性健康不等于这个性健康 很多时候呢提到这个男性健康啊 很多人就以为就是 就是扯到这个性方面的这个健康 也其实不是的 男性健康是有包括了男性的生理跟心理 还有这个社会适应能力等等 各方面的这个健康状态 而不是单单只是针对这个生殖系统健康而已的 这个就是要知道的这个 很重要的这个讯息 所以男生呢除了觉得自己的这个生殖系统 出现问题之外呢 如果你发现你其他的这个心理跟生理方面 有出现一些健康问题的话 你都可以去看这个男性专科的医生的 而不是说只有这个生殖系统 或者是泌尿系统出现问题 才去看这个男性的这个专科不是的 只要是你是男生 然后你觉得你的这些生理跟心理方面 有出现一些问题需要去得到治疗的话呢 你都可以去看这个男性专科的 如果他是好像扯到这个心血管的这些问题的话呢 你可能就是去看了这个男性的专科过后呢 他们会帮你去refer去那个心血管的这个专科的 不是说只有这个生殖系统出现问题 才可以去看男性专科的这个医生 不是的这是一个错误的这个想法 下一个呢就是这个盲目进步啦 其实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呢 以行不行的这个做法效果呢 其实是不正确的 多数呢只是可以起到这个心理unway的这个作用的 造成生理功能 男性生理功能下降的原因呢 其实有很多 比如说不规律的生活 焦虑失眠 研究刺激等等 都会干扰到这个生理反射的这个传递的这个途径 其实反而会影响这个原发病的这个治疗的 所以千万不要说 如果男性功能出现障碍的话 就去吃一些什么湖边啊 牛边啊 就包这种什么 那种汤啊 来喝啊 这种壮阳汤等等啊 其实这个方法是错误的 发现自己的这个健康出现问题 记得一定要及时去找专业的治疗 然后呢 我们来提一下这个男性的这个生殖保健啊 受到许多人的这个传统观念里面啊 他们都觉得男性生殖保健 就是男性生殖健康 是一个很难开口的一个成人话题 跟小孩子和老人家没有关系 其实这个观念呢 是需要转变一下了 男性生殖保健呢 是老少皆宜 就是小孩子 青少年 成年人 甚至是老年人 都应该要注重自己的这个 生殖保健的这个话题的 就好像女生一样 女生不是说 等到成年呢 才需要注重自己的女性健康 不是的 就算是好像女孩子 青少年的时候 都可能患上一些妇科的问题 因为细菌感染 黴菌感染啊 或是压力的关系啊 也是可能会患上妇科病的 然后就一直不开口 不去看医生 就觉得是一个很羞成的问题 然后就导致这个疾病问题变严重 男生也是一样 男生就是从小到老 都是要注重自己的这个 生殖系统的这个健康的 小孩子如果是想小孩子 儿童的话呢 小儿的这个生殖健康呢 对于许多人来说呢 还是一个观念的这个盲区 其实小儿包镜啊 就是那个包皮过肠 包着这个阴镜呢 是最常见的这个问题 三岁以后呢 就是会很明显看到有这个问题的 如果他有这个包镜的这个问题 就是那个 这个包皮太长 OK 所以如果他没有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呢 其实是很容易引发一些 密药系统的这个炎症 然后甚至是等他成年过后呢 就会影响这个成年后的 这个生殖的这个健康的 所以呢家长们呢 就是如果家里有儿子的话呢 要观察小孩子 这个儿子的这个发育的这个情况 如果发现有这个包皮过肠的问题的话呢 要及早去治疗 然后也要注意小孩子的这个生理的这个卫生 因为小孩子比较不会去注重这个卫生的嘛 就是不懂要怎样去照顾自己 所以呢家里的父母呢 就要教导小孩子小男孩 要怎样去清晰他们的这个 他们的这个性器官的部位等等啊 要怎样去保持这个健康的这个卫生的习惯的 下一个呢就是这个青少年啊 所以有一份研究报告呢 就显示有四成的大学生的这个精子呢 他们这个质量呢是不合格的 就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呢 是因为他们这个性器官逐渐成熟 可是同时间性知识缺乏 或者是这个性心理啊 还不成熟的同步的出现 所以当他们的这个身体的这个部位啊 出现变化率在发育着嘛 受异性吸引啊 疑精啊 或者是这个手淫等等这些现象出现过后呢 由于缺乏这个正确的教育和引导 导致许多大学生呢 都产生很大的这个心理压力 就会出现一些酗酒啊 戏烟等等这个生活习惯的 然后呢 再加上现在有很多这些未婚同居 然后又缺乏正确的这个性保健知识呢 就导致了很多这个生殖感染的这个机会 所以呢 青少年呢 也是应该要被灌输正确的这些性健康的知识 然后要怎样去 让自己的这个性器官啊 就更加健康 然后要怎样注重卫生 来预防这些生殖感染 生殖到感染的这些问题的 下一个呢 就是说成年人 就刚才一直有提到咯 就是成年人比较会遇到的一些男性的这些疾病啊 所以根据介绍了 性生活跟性心理啊 不抑郁症啊 还有生殖系统健康啊 是困扰成年男性的这个主要问题啦 尤其是这个薄习功能障碍 障碍对男性生活质量的影响的是很大的 男性健康呢 不能只是靠医药保健品啊 其实还有 还有就是不能只是靠医药保健品 体育锻炼啊 饮食营养啊 还有这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呢 才是改善这个男性健康的这个状况的根本之道的 然后下一个呢 就是老年人啊 步入中老年后的男性呢 前列腺增生的这个问题啊 就是他的这个发病率呢 都是会逐渐的去增加 然后多数的老年男性的生活呢 都是因为这个前列腺增生的这个问题呢 受到影响的 目前为止呢 其实前列腺疾病的这个治疗的这个手段呢 是越来越进步了 80%以上的这个前列腺增生的这个问题呢 其实已经不需要手术 都可以得到治疗了的 OK 所以说如果有前列腺问题的话呢 就是要快快去治疗 不要让他变得越来越严重的 然后另外呢 其实老年人这个性功能呢 虽然是逐渐退化 可是老年人的这个性需求呢 是正常的 不是说老人家就不可以有性生活 这个是错误的一个观念来的 适度的性生活呢 其实是对老年人来说呢 是有益这个身心健康的 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 不一样的这个年龄阶段的男生呢 要怎样去让自己更加健康 20岁到30岁的男生呢 就是当你处于这个健康的状态时候呢 就很容易 很容易忽视一些预防和保健的这个措施的 可是其实20岁到30岁这个阶段呢 正是进行定期预防性的维护 来确保你的这个终身健康的 最佳的这个时候 所以呢 一定要养成一些好的习惯 就是比如说吃东西 不要挑食 可以降低肥胖和这个 恶行糖尿病的这个发生的风险 可以的话呢 每天至少锻炼身体30分钟 同时呢 吃多一点那些高奥米加3的这些食物呢 都可以帮助保护你的这个心脏和大脑的功能 然后要定期去做体检 体检不是说只有中年人老人家才要做的东西 不是的 其实都建议年轻的男生跟女生都好 都是一定要做一个定期的体检 来了解你的这个最新的这个健康状况的 然后呢 也是要去接受一些疫苗 就好像我刚认识到一个朋友 男生来的 他其实他从来没有去接受过这个 B型肝炎的这个疫苗 其实这个是一个不好的一个习惯来的 就是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都好 都一定要去接受去接种一些 你不能避免的一些疫苗的 比如说这个B型肝炎啊 A型肝炎你还可以去 还可以选择性不要去接种这个疫苗 可是B型肝炎的这个疫苗的 这个Hepatitis B的这个疫苗 这个vaccine呢 是一定要去接种的 来去预防 预防患上这个B型肝炎的 然后呢 20岁到30岁之间的男生呢 如果你本身有抽烟的话呢 就是可以的话呢 就尝试戒炎啊 然后如果你本身是没有抽烟的话呢 那千万就不要去尝试了 就是尝试去抽烟啊 因为吸烟呢 是会增加许多疾病的 发生的这个风险的 接下来就30岁到40岁之间的 这个男生呢 当你30多岁的时候呢 你常常都会变得十分忙碌 可是这不代表着 你可以忽视这个健康的这个重要性 反而你应该要更加去关注 和管理你的饮食 关注你的这个营养的这个摄入 然后保持运动 你可以去寻找你喜欢的 和你适合你的这个运动项目 来保持你的身体健康 然后要定期去做体检 然后如果你本身有一些健康问题的话呢 要定期的去做一下 这个就医的这个检查的 下一个呢 就是40岁到50岁之间的这个男性呢 所以你可以的话呢 就是坚持每天的去锻炼你的这个身体 所以在40岁过后呢 人群呢 最常见的问题呢 就是关节疼痛 还有你的身体呢 就比较僵硬的 所以这个阶段里呢 要更加早早的关注你的这个身体的状况 然后开始积极的调整 然后呢 不要停止锻炼你的这个身体的 然后要了解一下你的这个健康风险 因为男生在45岁左右呢 你的这个心脏病的这个发病率呢 会开始增加的 然后如果你本身又有这个糖尿病 或者是家族心脏病的这个 这个历史的话呢 你家族有这样的这个问题的话呢 其实是表示你在这个年龄的阶段呢 是处于比较危险的这个状态的 所以又更加 更加要管理好你的这个饮食运动 然后如果你是有这个抽烟的习惯的话呢 其实能戒严就戒严啦 然后接下来就是50岁到60岁之间的 这个男性了 so在这10年里面呢 你必须增加更加多的这个预防措施 这个更多的这个预防性的 这个健康的这个措施 然后在医生的帮助下呢 建立良好的这个健康的习惯的 so一样还是一样要保持锻炼 保持你的这个运动的这个习惯 然后要接受一些筛查的检测 比如说要去做一下这个结肠癌的这个检测啊 前列腺癌的这个检测等等的 接下来最后呢 就是60岁跟60岁以上的这个男性了 如果你之前在年轻时候呢 都一直有保持着这个良好的健康习惯呢 那现在就是你得到回报的时候了 有时候我们在路上啊 可以看到一些 60岁以上的老人家 那男生的老人家 都很羡慕他们 为什么已经60多岁 70多岁都还是这么man 这么有男人味 腰还是很直的 走路还是有力的等等 其实就是因为他们年轻的时候 就已经有保持很良好的这个自律性 他们有管理好他们饮食 他们有这个运动的习惯 所以到他们这么大年级过后呢 他们都这个身体都还是这么硬朗的 所以在这个阶段的男性们呢 要注重自己的这个大脑的这个健康 来预防这些老人痴呆症 然后呢也是要注重一下这个肌肉锻炼啊 因为老人家会比较容易有这个肌肉萎缩的这个问题 所以通过适量的这个负重运动和补充足够蛋白质的话呢 是可以帮助你保持你的这个肌肉质量 来预防这个肌肉萎缩的这个问题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一些饮食习惯呢 是可以让男生更加的健康和长寿的 首先第一个就是不要吃太饱了 根据你的这个体质活动量的活动量的大小 还有你的热能消耗的多少 等等的这些具体的这些情况呢 来实行少而尽少吃多餐的这个原则啦 就是每天以维持这个低热量的饮食来做要求 就是不要吃太多 就是你比如说你每天最低 只需要2500大卡的话呢 你就吃2500大卡就好 不要吃3000到3500大卡这样 然后呢就是可以的话呢 就是少吃多餐 然后不要吃太饱吃到一个7到8分饱就可以了 如果你长期吃太饱的话呢 你的这个肠胃的负担就会太重 然后甚至是最严重化的还会损害你的脑的功能 让这个甩牢的速度呢更加快的 第二呢就是不要偏食啦 每一种食物呢都会提供我们人体所需要的这个营养素的 如果呢如果你只是经常的只是吃某些食物而对另外一些食物都不吃的话呢 你长期下来呢就会导致你这个身体所需要营养的时去平衡 就引发一些疾病的 然后如果你本身是长期是吃素的话呢 你的这个身体会比较容易缺乏这个蛋白质和脂肪 会容易引起这个营养不良的 所以吃素的人呢要多多注意一下你本身的这个脂肪 还有这个蛋白质的这个摄取量的 接下来呢就是不要吃这么多糖啦 糖是我们人体能量的其中一个来源之一 可是吃太多糖了对健康呢也是有很大的这个不好的这个影响的 就比如说会影响你的这个血里面的胆固醇 跟这个甘油酸酸汁增加令你的这个血脂过高脂肪堆积 导致这个心血管疾病还有肥胖的这个问题 还有就是这个糖尿病啦 第四个呢就是不要吃太多这个油腻的食物呢 饮食过于油腻呢就会很容易导致这个高血脂 跟这个肥胖的问题 甚至就是很容易有这个高 这个什么这个食物里面的这个饱和脂肪 还会很容易跟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胆固醇的结合 然后它胆固醇结合过后呢就会在这个血管壁上沉寂 就会导致有这个动脉硬化 冠心病等等的这个问题的 下一个呢就是不要吃太咸啦 so他们有研究到如果每天吃 呃7克以上的这个盐的话呢 这个高血药的患病率呢会增加的 so这个世界卫生组织WHO呢 他们是有推荐健康的成年人呢 每天的这个吃盐的这个含量呢 是不应该超过6克的 如果如果你本身是高血药的话呢 就不应该超过3克 糖尿病的人呢 糖尿病和高血药的人 就是如果你本身有糖尿病 又有高血药的话呢 你的这个盐的这个每天的摄取量呢 是不应该超过2克的 so这个也是要注意一下 第六个呢就是饮食就是不要太过于精细了 因为三食纤维呢 对于我们这个消化系统健康呢 是扮演着重要的这个角色的 而且纤维呢 同时也是可以稀释这些食物里面的致癌物 和这些有毒的物质 加速它快点排出体外的 然后这个纤维呢 也是可以促进这个身体里面 多余的这个胆固醇的排泄 让我们这个血里面的胆固醇呢 可以保持在这个正常的水平的 所以呢 这些粗粮啊 水果啊 蔬菜等等 对于这个心血管内的 这个疾病啊 糖尿病啊 结肠癌啊 都是有一定的这个预防作用的 最后呢 就是不要吃这么多油炸食品啊 这些油炸食品的脂肪量含量多 营养素呢 就严重破坏 然后它这些油脂的反复的高温加热呢 还会产生有害这些物质 又发多种疾病的 所以可以的话呢 就不要吃这么多这些油炸食物啊 多一点这些健康煮法 比如说蒸啊 快炒啊 烘烤等等啊 这些食物呢 选择会来的比较好的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男人必备的十大营养 营养素啊 第一个就是这个碳水化物物啦 所以这个碳水化物物呢 就是选择那些粗粮啊 来得到这个碳水化物物呢 是比较好的 接下来就是蛋白质呢 蛋白质它是构成我们身体 每一个细胞的这个原料 包括神经啊 牙齿骨骼 皮肤毛发指甲 全部都是需要蛋白质的 所以这个蛋白质呢 是可以促进我们这个人体的细胞生长发育 男生也是需要足够的蛋白质 来促进他们这个身体健康的 接下来就是维生素A啦 维生素A可以保护眼睛 然后它的这个抗氧化的这个效果呢 也是可以减少 这个皮肤的这个皱纹的产生 然后它也是可以提高免疫力和这个抗癌作用的 不是只是女生 会注重这个皮肤皱纹 其实男生也是应该要注重自己的皮肤健康的 而这个维生素A呢 就是可以帮助到 维持男生的这个皮肤健康 下一个呢 就是茄红素啦 茄红素啊 有很高的这个抗氧化能力可以防癌的 尤其是预防的这个前列腺癌 然后呢 这个茄红素它的这个抗氧化功能呢 比维生素C还来得更加高 所以呢 男生常吃多一点这个茄红素的话呢 是可以帮助你保持年轻有活力的 下一个呢 就是这个维生素C 维生素C就是可以增加免疫力保护皮肤 然后这个维生素E呢 也是一个可以高抗氧化的一个抗氧化剂 也是可以保持这个男生的这个血液循环 保持他的这个血液畅通 然后可以清除这个自由基 维生素B呢 就是可以增加男性的这个活力 尤其是如果你本身有熬夜的这个习惯化呢 更加要吃多一点这个高维生素B的食物 来保持你的这个体能呢 然后最后呢 就是这个C啦 就是这个C 这个C呢 其实是预防高血压 然后也是抗氧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营养素 所以无论是男生和女生都好 都是要多服用一些 含C含量很高的这个食物 比如说洋葱啊 鸡蛋啊 红肉啊 一些海鲜啊 蘑菇等等啊 这些他们的C的含量呢 都是很高的 可以多吃一点 然后最后呢 就是钙和这个心啊 钙质呢 就是让这个身体的这个骨头和牙齿 得到足够的这个钙质 心呢 就是可以增加男性的这个生殖能力 和这个免疫力 还有他们这个体能的 所以男生可以吃多一点这个蚝 一些海鲜 红肉 还有这个南瓜籽 都是可以得到的这个足够的这个心来补充你身体所需要的这个新的含量 来增加你的这个男性的这个活力 免疫力 还有你的这个生殖能力的 最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阿森万 阿森万呢 有哪几个产品呢 是可以促进男性健康的 所以这里呢 就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这里呢 有三款产品呢 是适合男性服用的 那就是地脂林 Mena 鱼芯 阿森 和这个Rins 养 增担 都是适合男性服用的这个产品的 所以地脂林呢 就是可以补充男性所需要营养调节 他们的内分泌 增强他们的这个免疫力 改善身体的这个炎症来修复他们的细胞 同时间呢 也是可以促进他们的血液循环 增加这个新陈台脸 然后还有调理他们的这个脾胃的 其实男生呢 从25岁开始呢 他们这个基础代谢率呢 是每十年就下降了 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五的 不要 你就听到 百分之二百分之五 就好像很小嘛 其实 这个百分之二跟百分之五的 这个每年的这个下降的 这个基础代谢率呢 其实他是中年 男性中年肥胖的这个主要凶手来的 所以呢 其实不只是女生 要注重增加这个新陈代谢 男生其实也是要 注重自己本身的这个新陈代谢率 而地之灵呢 就是可以帮助男性来增加 他们这个新陈代谢的这个能力的 下一个呢 就是Rins的养蒸蛋了 养蒸蛋呢 是可以说是男性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健品 虽然说他是女生 也是可以服用的一个产品 只是男生的话呢 男生服用这个养蒸蛋的效果呢 就来得更加好 因为这个养蒸蛋呢 是可以改善肾虚的这个问题 男生呢 是很有这个肾虚的这个问题的 而养蒸蛋呢 就是可以帮助男生补肾 养胜 然后促进这个尿生殖系统的这个健康 提升男性的这个性能力 增强他们的体力 然后同时间呢 也是可以改善这个头发的这个健康的 就是头发发白啊 头发脱落等等这些问题的 都是因为其实是肾虚而导致的啊 所以养蒸蛋呢 是除了可以帮助改善密尿生殖系统健康之外 他也是可以通过补肾养胜的这个原理呢 而改善这个头发的健康 然后可以增强体力的 最后呢 就是这个Arctus鱼心的 鱼心呢 他就是针对这个心脑血管健康的这个问题的 所以这个鱼心呢 就是可以促进血液循环 恢复血管的这个弹性 改善这个血管硬化 降三高 无论是血脂 血糖 还是血液等等呢 这个鱼心呢 都是有帮助的 然后这个鱼心可以帮助清除血液的垃圾 清除掉那些血管 闭上沉寂多年的那些杂质 通过这个排泄物排出体外 然后鱼心呢 同时间也是可以激活和提供营养给我们这个心脏的这个细胞的 所以这三款产品呢 都是适合男生服用的 如果是说天之节的话 其实男生也是可以服用 尤其是如果你有 吸烟 喝酒 熬夜 跟服用药物的这个习惯的话呢 也是可以服用这个天之节 来促进这个肝脏的健康的 所以以上呢 就是今天这个男人健康话题的这个课程了 所以希望今天的这个话题呢 可以帮助到男生本身 或者是你的 就是如果说女生的话呢 这个内容呢 可以帮助到你的丈夫 你的男朋友 你的父亲 或者是你的哥哥 弟弟等等 你的朋友呢 都希望可以帮助到他们 让男生呢 可以更加了解到自己可能面对的一些健康问题 或者是一些生活上的坏习惯 需要做一些调整来预防一些 以后可能研发的一些疾病